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這一集 落報我不講長話 就會講講澳門的茶樓 我是余榮陽 身邊有鄭重暉 醫生你好 你好 輝哥 大家都喜歡喝茶 喜歡的程度有多少 我們小時候喝茶覺得很好 不像人們那麼容易去茶樓酒館 以前的茶樓 能夠當年到現在都仍然是開設的 鎖證無幾 因為我想茶樓 首先我們分一分講茶樓和酒樓的分別 其實正宗的茶樓 一般都是早茶午市 然後就收工 酒樓一般最古老的那些是沒有茶市的 他們只是中午飯 然後晚飯 還有一樣很顯著不同 茶樓 叫茶樓在澳門 全部都是月色的 沒有其他種的茶樓 但酒樓可能有不同 包括有已經結束了的 蒲經潮州酒樓 因為這個我們可以說的 已經結束了 舊時簡稱叫蒲潔 再說酒樓 事實上是有上海菜的 除了剛才說的潮州菜 然後還有北京菜的 有很多不同品種 但茶樓呢 全部都是喝月色的茶 一中兩件 然後呢 吃月色的點心 後來呢 就擴展了 點心可能有些不是月色的 例如小籠包 其他外省的東西都有 茶樓當然 我想呢 澳門集中在十四五街那裡 很多間大的茶樓 全部都去過了 有幾間已經不存在 結了一葉的 即是全部那些呢 不存在那些 你以前不同的階段都去過 我就是遠來 陸國 南鄉國 現在叫做大龍鳳 德內 德內 其實我最熟就是灌籃 灌籃 灌籃的結束比較遲 六角其他的早點 院內更早 但我覺得灌籃的結束 都是一個可惜 因為我也知道 他的建築物沒有什麼特別 但他的茶點 是出名的 特別是牛肉和叉燒 叉燒有個名號 拖地叉燒 他們的結束 都多多少少 都有少少 類似 那個麵家 路石頭麵家 這種情況 但路石頭麵家 後來再開 現在澳門的茶樓 為何集中在那裡 因為大家要知道 新馬路一向 包括現在 只是分段落 都是澳門的商業中心 最重要的 商業中心近碼頭 碼頭 碼頭包括有客和貨 這兩樣運輸 客貨運 在那裡 是非常輕旺的 很輕旺 因為在碼頭工作的人 都不會回家吃飯 他們都去茶樓 吃過早餐 旅客也是 旅客也是 很多做生意的商架 都在那裡 通商新街 士蚂街 有很多 汽車 我記得 孤日其名 有澳門以前的名人 他們在灌籃 很喜歡 留在一個地方 長期他們這幾位人 在灌籃 它開放有三層 不同的茶樓 是 地下 二樓 三樓 都不同的 講回這些都是 高級的茶樓 當然大家都知道 我們澳門的茶樓 這個水準 這個風格 或者這種飲茶的風氣 我們都是廣東人民住 都是來自廣州的 這個是來自廣州 你覺得沒錯 廣州這件事 就影響到香港和澳門 今天我們集中 講澳門的情況 點心之中 粵式的 最流行的 就是 蝦餃燒賣 現在說 不同 蝦餃燒賣 排骨鳳爪 舊時 牛肉 是出名的 牛肉 有西菜牛肉 就是西藤菜 山竹牛肉 灌籃的牛肉 是著重於 下一點陳皮 寫得用的陳皮 都比較靚 雖然當然不會說 十年陳皮 或者更耐年期 陳皮都很靚 而牛肉 它還有牛肉燒賣 叫乾蒸牛肉 我想 茶樓 它標榜的 就是 越好生意 那間茶樓 越多人寧願去排隊 等它 品種也越多 是 還有 他們最重要的是 即叫即徵 很多點心 其實這件事 舊時不是即叫即徵 因為一賣出來 不需要 不需要 一賣出來 已經拿了 未走完 已經拿了 甚至有些人走出門口 那個小孩出來叫 他說 開龍牛肉 你說多新鮮 是絕對 不會說 即叫即徵 不會說 即叫即徵 也不需要即叫即徵 我們在茶樓 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當然我們現在去喝茶 當然我這樣說 澳門喝茶 真的淘汰得很厲害 舊那批 基本上你都很難再回味到 剛才你說的 南鄉國還存在 南鄉國都不同 我和你 不同得來 都有名號 另外改了名號 但建築物都在 都有一些香港人 有時回來看那個地方 因為大龍房 回憶 還有一間 就是龍華 龍華就近紅街市 因為我也挺喜歡過香港的 蓮香樓 我對比蓮香樓 其實他的格式 或者那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即是顧客和那些 叫什麼 渣水煲 這些的關係 那些叫做茶博士 茶博士 是很緊密的 即是你去到 你當他老友 你不用說那麼多 除非你突然之間 不知為何要轉 茶博士有條根 即是搭在肩膀 拿來抹桌 有時抹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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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條根 反而澳門這件事 已經是色皮 但我們現在講來講去 似乎都是講了什麼 即是比較規模一些 大間一些 大間一些 但 世間的很多 那些叫做茶室 有些叫做茶寮 世間的以前都有很多 現在都有開設一些世間的茶室 現在的茶室 即是或者 譬如在我們所謂大眾化些 沒有滑底級 真的 是錯的 大眾化些 價錢比較實例些 他們這些 其實是將以前那些茶寮 茶室 換了這個地方 但它那裏就是一個特別 就是他們那些 親切感和所謂禮貌 就沒有那麼禮貌 沒有那麼規範 但是很親切的 茶室也好 因為我們同樣的時候 不流行凍肉 所以不怕將一些凍肉 來蒸排骨 凍肉 如果排骨是急凍的 它蒸出來的骨 是硬的 是嗎 如果新鮮排骨 蒸出來 包括有些軟骨的部分 你吃下去是不同的 當年有些茶樓 煮得比較正些 排骨用料很漂亮 而且是蝕汁排骨 不是叫蝕椒 是蝕汁 原來的蝕汁做得不錯 現在說回 因為那個點心師傅 或者成本問題 甚至貨源的問題 我相信現在去喝一頓茶 那個風味和以前是有大有不同 因為現在很多 包括有些比較大間些 都可能他們是拿學貨的點心 也開始有些標榜自己做的點心 情願品種是少些 但是是蒸的 那你覺得它真的 風味不一樣 風味不一樣 反過來 因為廣州我都經常會去 廣州那裡 現在一些很出名的 大間茶樓 已經改變了 你說現在 現在 但是以前 在改革開放之前 我們都去過廣州 或者其他地方 江門的少興那些東西 是不行的 完全不行 因為調味品不行 食材不行 甚至那些東西 黑貓貓的 叉燒包 它用的麵粉都是不行 也是黑貓貓的 所以 香港 澳門 保留老廣州 那個喝茶的文化 其實反過來 玩手 是比廣州好 因為廣州 其實它 停頓了一段 十幾年的時間 對他們的傳承 是一個影響 以前有很多點心 現在有些沒有的 正說雞紮 現在你找的 絕無緊有 有些可能有 有一間懷舊式的 鴨腳窄 顏色 鴨腳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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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蒸的 鴨腳窄 是燒的 你說 以前用腐竹的風味 挺好的 現在有些 是淮山卷 就是腐竹 用淮山來取代它 蒸雞 以前幾乎每個間都有 現在不見有多少間有蒸雞 大龍鳳營有的 都不願意蒸 因為現在的雞全部都是用雪雞 現在蒸雞全部都是用雞翼兼雪的 舊時的蒸雞有一隻叫點心雞 可能輝哥你聽過 點心雞是比較小的 肉是好吃的 你說很多的產品是改變了 我最懷念小孩子時很喜歡吃的雞包和大包 其實現在我吃包就不太喜歡吃 雞包就是雞球包 大包是很巨型的 大包我形容雖然不盡相同 等於糯米雞的心 但是換了麵包的外面 所以現在我們飲茶已經是公式 例如你現在有些比較新款的茶頭 其實他們已經是很散 有台灣式的 但是越色點心 我覺得遺憾一件事 就是他不能說你要不同的茶 即是鐵觀音、秀美 他沒有 他是千邊一律一壺茶給你喝的 他又沒有收你手指 那茶呢 有些有的 茶是等於你去喝 宴會前給你一杯茶的茶膽 茶膽來的 我想現在想回味以前那些飲茶的風味 或者去那個氛圍 你要去一些實例的地方 你越去到越大間 譬如賭場裏面的茶樓 你完全感覺不到 以前喝茶的那種氛圍 那些舊的茶樓 還有一種吵集 叫 我和你以前都說過一集 他叫 蚊禮拜 叫出來 那個人是很喜歡的 他在很遠的地方 叫出等那個收銀聽得到 收銀呢 即是有個硬幣盤的 即是放好一元五毫一毫一毫 預備來找給人 我想現在你說一元拿著的那些 都少了 即是會叫的人都少了 所以現在去喝茶 所以我再說灌籃的結業 是令到我覺得是一個損失 損失 就是風味又沒有了 那個地方那種特別的環境又沒有了 不過又說回頭 如果我們假設灌籃是繼續存在的話 也可能他們經營的風格 或者就算是味道 都可能和它傳承的時候是有分別 因為茶室呢 那班師傅周圍都仍然有 不過水平就低很多 茶室遍布在下環街還有一些 十月初五街也有一間叫茶居 我不說過名字 另外茶寮茶室呢 在北區有很多間小小間的 不過他們的點心 就做不回那種風味 那舊時呢 就算你便宜街邊也好 街邊就是你吃一些小食 包括街邊 漢喔 多士呢 它是便宜而已 但是做到好好的 現在不是了 便宜得來是不漂亮的 沒有辦法了 老實說 是人心變做的 你不要說 因為現在的東西貴 貴還有人心呢 是可以是沒有關係的 還有燒味 現在你吃不到很多特別正的 燒味現在很多都是拿韓貨去做 韓貨做得不正 以前 那個剛才說的灌腩 它那種燒味是很好的 包括你說過拖地的叉燒 它不只是叉燒 它連燒肉啊 其他那些都是正的 好 究竟呢 燒鵝比較多些 是 現在奧門很難吃到燒鵝 都是燒鵝 都是燒鵝 燒鵝 也有很可惜的 就是呢 那個 在灌腩的叉燒師傅 自從灌腩經營之後 她有出來 她們去另外一間做過 另外一間做過之後 原來她以前那種成功感 很多人欣賞她那首燒鵝的功夫 原來去了第二間之後 一樣是這個師傅 可能味道任何東西都一樣 但是呢 就是正式式欣賞的人 逐步都少了 你有沒有看過一些 關於澳門飲食的介紹 以前燒是用炭爐 是不是 現在澳門政府 已經不再發生的炭爐的許可 有某一間餅店 做杏仁餅是有風味 因為她仍然用炭爐做 但是如果她將來有什麼變化的時候 不會有新批的了 所以有時候 一個時代的改變 就會令很多東西 都隨著這個改變 而是沒落 或者是煙沒了 沒有說沒落 其實是煙沒了 我們只能夠 在我們的長輩 我們又是剛剛接到 在我們的長輩的年份試過 我們對下一輩 甚至乎下一輩 只是一個口述歷史 只有一個講字 現在吃點心的喜好都改變了 以前牛肉排骨是必吃的 現在很多人去喝茶 你看他們沒有叫牛肉 排骨也不是那麼大的 但沒有當年必吃 尤其是你見人只叫一鍾 沒有兩鍾 一鍾 一鍾的點心 他們做白飯 排骨 多數是排骨 排骨 排骨那種 拌飯就很棒 很棒 所以現在 講回喝茶 還有喝茶 當時澳門也是沒有了 譬如我們講回已經結業的 京話 雲話 雲字堆 都很大間 京話就先結束 然後就到雲話 因為這些都是很可惜的 京話也是在市中心 當時是一個新派的茶樓 在南韓戲院樓上 整整一下 現在這些茶樓給我的印象 去到有一種喜悅的感覺 還有都是好像剛才說 它的燒美特別正 以前有些茶樓 是不是 京話就叫酒樓 因為它那個招牌的照片 仍然存在 大家可以看到 運畫 運畫叫樓 運畫樓 京話的燒美 都相當不錯 以前再講前些 新馬路的那間鑽石 鑽石 可惜是因為一場大火 可惜了 如果我們再講 剛剛講了幾大茶樓 六角灌籃那些 其實我們再講回 向著普京方向來講 還有幾間很出名的茶樓 有很多酒樓 例如剛剛講的鑽石 然後還有寶石常記 這些不是茶樓 寶石常記 是飯店 就在新馬路近住 舊時的翡翠酒樓 翡翠酒樓前身是大華酒樓 後來在翡翠隔離 有一間叫碧麗宮 那時候已經是轉生派 你講得寶石常記 就講回新馬路另一邊 是 禮記 禮記 禮記不是酒樓 是飯店式 即是它沒有茶飲 又不能叫酒樓 但是 剛才說的金官 它絕對是一間茶樓酒樓合併 它的名字叫酒樓 它在現在仍然有的一個建築物 永鄉銀行大廈的兩層 上面 再上就有一間夜總會 夜總會當年火燒 什麼夜總會記得呢 試過死人 應該是輝煌 我不記得了 因為那裏有一次火警就說 有人很慘 很慘 拉著鐵槍 輪流兩個手 太熱 都頂不住 掉下來 所以現在你一看 就看到澳門整個 對於飲茶的文化 其實是沒落得很緊緣 而且是很短時間 在二十年之間 基本很大片的茶樓 我會叫酒樓 但它有茶士 都是相繼建業 這有點可惜 以前南萬大馬路 以前叫南萬街 還有半溪 半溪是家師店 現在都存在 大概是七三年左右開的 雖然不同的經營者 另外呢 燒灰爐那裏 有一間叫翠鏗村 翠鏗村 就是賴先生的 是的 就是當時的奧督府 旁邊 所以你想想幾多茶樓 還有呢 提督馬路 剛剛我們說了 當時有敦王 來來兩間酒樓 還有一個叫敦王 敦王 來來兩間 都很大間的酒樓 應該是 是的 曾經亦都有叫過海港城 因為香港海港城旺 後來改名 來來那裏改了海港城 另外呢 在青草街和杜舜街交界 有一間仁仁 仁仁茶樓 有二樓 十月初五街 還有醉瓶樓 醉瓶樓 就是十月初五街 又可以有茶 尾端 近奇關 去到問美那裏 所以你想想 我們記得的 都這麼多 數一數 澳門當時有多少人 澳門當時有多少人 河門家荔香 很多 所以只有二十多萬人 可能十多萬 你想想多少茶樓 因為澳門的旅客多 曾幾何時 是很旺的 紐宇Sir 你說兩句 我真的吞口水 明明我沒有吞口水 你說一說 我就記回你 你記回 我想你數一下 懷舊點心還有些甚麼 我跟你一路說 我先說 豬潤燒賣 珍珠雞 還有一些 現在部分都有的 就是魚切餃 是 我想這些都是我們回味的東西 其實我 有些現在都有 不過少了 金錢糖 是 是 你剛才說的 陳皮牛肉 在冠軍 是一絕 我整班朋友 我本身就不吃牛肉 但其實他們每一次上去 都會 一碟沙燒 一碟陳皮牛肉 真是必選 一碟沙燒之餘 除了叫多蔥油 是 是 多蔥油 再說點心 還有牛柏葉 是 是 很多現在 今時今日 就沒有了 這一集 說到這裏 都是意猶未盡 多謝輝哥